你好 歡迎收看這一節的華視整點新聞 首先呢 最新消息要帶您來關心股市的表現了 美股走高 造成了台股津貼 也在台積電跟鴻海這些全職股的領軍之下 一度站上了一萬六千點的大關 不過呢 在持續傳出有本土確診案例的情況 賣壓也出籠 指數壓回 中場是上漲了一百五十六點 收在一萬五千八百二十七點 成交只是來到五千一百零五億元 提供您參考 在加拿het上五千百一十五百七十九一百零五十五百零五十八十九一百多元 我們的第一次從內讀證明